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G大叔 這間合計豆漿店 在和平東路三段 463巷的一個小巷子裡 現在可以看到排隊的人很多 那我們就試試看他們的產品 可以看到他們這個都是每日現烤 然後沒有燙火再燒 好,那店內另外一個製作煎蛋皮的地方就是這裡 大致上就這樣 我現在還在排隊 大概已經排了快15分鐘 好,我要內用一個燒餅夾蛋 不要拍我做 拍吃的可以嗎? 你不要拍我做就好了 OK,好 燒餅夾蛋跟那個鹹豆漿 好,幫你做吧 內用 好,謝謝 好,謝謝 不要拍我做 OK 好,那這邊有菜單可以看一下 鹹鹹要辣嗎? 要 好,這邊可以看到他們那個終點類 都是現場製作現場考 好 好,那這個很有名的後蛋燒餅就長這樣 好,試試看 好,那個大廚只有一口 烤得很 很鹹 就是香酥鹹鹹的 香酥鹹鹹的味道 像光餅的外皮 它是現烤得很香 有那種炭烤的香味 好,這上面有一些芝麻 吃起來就是很脆的感覺 嗯 還有一些蔥花 嗯 很燙 很單純的麵粉香 蠻好吃 好,那店內的位置很少 大概只有三、四張 這個燒餅 麵克大廚現在整體的講一下口味 外表吃起來就是很香酥 因為剛烤的有股炭香味 香香脆脆的 然後這個蛋是現煎的 所以會有一點 鹹鹹的這個蛋香跟蔥花香 好 這個 燒餅夾蛋 算不錯 應該算這邊的主力產品 麵克大廚吃到最後 然後發現這個餅裡面好像有一點學問 中間這邊好像是駝一層 不知道是不是豬油 好 亮亮的 就 吃起來蠻香的 只是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好像有放豬油這樣子 好,再來是鹹豆漿的部分 這邊你可以看到有放蝦米 蠟油 這是油條吧 可能還有超菜吃什麼的 好,那就吃吃看 嗯... 嗯... 嗯...鹹豆漿都算清淡的口味喔 如果有放炸菜吃的話 應該會跟忽航的鹹豆漿一樣的齁 差一個味道 但是也算好吃啦齁 都是... 中等濃稠度的 好,那鹹豆漿大概就是這樣 算是... 比較普通一點齁 好,它還是有放炸菜吃來提味齁 這邊就看得到 但是... 還是護航的比較好吃齁 這個可能... 算是炸菜吃 但品項跟色澤都不太一樣齁 這樣 好,那這張是這邊的名片齁 那各位我來就豬柜用餐一塊齁 排隊要排比較久一點齁 好,拜拜 好,拜拜 待會兒 好,一麵 我 groom 我畏羅